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2周年 发生于1937年7月7号的卢沟桥事变 又称七七事变 是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的标志 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6号 台湾多个团体在台北举行 全民族抗战爆发82周年演讲会等 相关纪念七七事变的活动 与会者表示 唯有正视中华民族的历史 才能直面现实 让两岸走向统一与复兴的未来 由中国统一联盟妇女部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 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 拉开了纪念活动的序幕 每年七七事变前夕 台湾的中国统一联盟都会举行一系列抗战纪念活动 主办方表示 此举就是希望让台湾民众 特别是年轻人 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台湾同胞抗日应该是最早的 等于是1895年 日本日军登台 然后台湾就开始武装抗日 后来又文化抗日 后来又很多台湾人赴大陆 参与了全民的抗战 所以当然因为抗战的胜利 台湾就说得以回归祖国 回归到中国的怀抱中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年都会办这个活动 提醒我们台湾的民众 特别是下一代年轻人 知道台湾同胞具有光荣主义的传统 也希望把这个抗战的记忆 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的先贤先烈 为台湾牺牲 因为他们的牺牲才有了台湾光复 让我们不再做日本人 我想这样的历史记忆 希望可以不断的传承下去 主办方也强调 我们纪念七七事变就是要告诉大家 绝不允许少数所谓台独分子 及外部势力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希望大家都立志 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参与者 推动者 获益者 我们在台湾 今天在台湾纪念抗战的这个意义 这时代意义 就是要传承抗战时的民族大义的精神 凝聚民族感情 当然我希望在不久的未来两岸统一 到时候我们将以国家再统一 来纪念全民族抗日战争 请不吝点赞订阅